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今天是城市焦點網line 今天我們這個節目是由城市新聞 還有Cross Plus以及大內高手 三個一起聯合來製作這個節目 但這個節目我們希望能夠幫助很多年輕人 他們在不管是就業或是創業上面有非常多寶貴的經驗 所以我們邀請到的都是大師級的人物 今天這位大師要特別的介紹他 他今年才34歲 可是已經是很專業資深的行銷顧問了 而且他幫助非常多的大企業很多的公司 讓他們起始回生拓展市場 所以今天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李建勳 歡迎建勳 歡迎 歡迎 我是罐頭 建勳就是我們其實認識有一段時間 我們知道當然你在過去很長的時間都幫助非常多的企業 幫助很多的產業 不同產業 他們在行銷上面有非常大的幫助 我想請你先聊一聊 你這麼年輕 我們感覺上行銷的顧問都要非常有經驗 當然你很有經驗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怎麼樣從 怎麼進入這個行業 怎麼樣從基層一路做到現在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過程 可以啊 其實我本身是學的是電子工程 然後常常會跟人家開玩笑 我是主有專精是跆拳道 我本身也是一個跆拳道教練 我們坐遠一點 在旁邊 然後這過程當中就是 就是進入職場其實遇到一些跪人 然後他們就會問說你想要怎麼樣 然後我是一個蠻喜歡表達跟目標設定的人 所以那時候就很有一個 議員結婚區的一個遊戲公司做行銷企劃助理 然後從這個地方開啟了我的行銷的意義 就是這一塊 就是這樣 背後有沒有什麼你覺得在這一路上面 其實應該都是從基層 然後走到現在 有沒有什麼你覺得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我覺得因為專業領域的不同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就是吃虎一定要有的 就是人家常常會講一些吃虎啊 甚至學習啊 別人家多付出一些行為啊 這是必須要有的 尤其是行銷其實要花很多腦力的 然後甚至是你沒有案例 你要怎麼樣去表達 所以當時就花了很多時間去了解這個產業要的是什麼 尤其產業跑得非常快 不是說我要花時間就可以了 你甚至是馬上你的挫敗要去承受 所以不能太有玻璃心 我覺得行銷人千萬不能有玻璃心 從一路的過程當中 是 所以你剛才有提到 其實好像一個行銷人他必須要有一些 我覺得好像是個人的一些特質 是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就你的經驗 給年輕人有一些參考 你覺得一個行銷人他應該具備哪些特質 我覺得行銷人第一個過程當中 他第一個要正直 為什麼呢 因為他任何一個活動 消費者不知道你幕後的目的是什麼 所以你可能會讓人家很喜歡你 但是你可能走歪了你也是很喜歡你 所以你第一個要正直 第二個過程你要有表達努力 你的表達行為過程 很多人都會說行銷不是企劃寫寫嗎 但是他的活動都呈現在螢光目前 就是大眾面前 所以要很正直 然後第三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他要很有歷史觀 就是因為行銷很多過程不是當下 他可能是過去的累積的連續這些事情 所以幾個這些特質我覺得蠻重要的 他會是一個可以說故事的人 是 所以他對於好像很多事件或是一個產業或是一個公司 他過去怎麼樣到現在他不是偶然的 是沒有錯 所以你覺得做一個行銷的顧問 事實上要先深入了解這些故事 然後幫他寫一個新的故事 對 那你覺得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好像有的時候你會碰到瓶頸 你覺得沒有一個新的idea了 你怎麼樣突破自己的 以我自己我會 我很喜歡大量閱讀 我剛剛講閱讀很重要 第二次我會喜歡看電影 電影很有趣的一切做 我常常會分享的過程是 有什麼樣的時間 在短短的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 就把一個人的醫生就拍完了 這就會讓我去激盪這件事情 是我要 若我是這個編劇 若我是這個主角 我要怎麼去呈現做這個 那另外一個是我很喜歡騎機車 我會藉由騎機車去放空自己 去看看這個世界 甚至去重新歸零 換位思考說 現在這個市場這個世界需要的是什麼 會去啟聽自己的內心 然後再者是我會跟張蓮聊天 他或許不是我主要的商品TA 但是這些所謂的前輪先進 他的一些說實啊 或是他可能會打到一個點 就是我可能有個盲點 所以我會藉由這幾個方式來 幫我突破我的困境 或是我的一些沒辦法成長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自發性學習還蠻重要 是 因為不可能永遠靠其他的外理 你自己自發性可以吸收很多的information 沒錯 你有沒有什麼小故事 就是你覺得讓你特別刻骨銘心的 我覺得有啊 剛開始的時候回到剛剛講說 學習進入這個專業 然後因為我本身是這個專業 所以在設定KPI 結果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我不太清楚 有可能是那時候我的成績很好 但是因為我不是這個專業 所以我就可能被主管講說你成績不好 然後就讓你自己自信心很受挫 但是當我回頭去檢視翻譯說 我成人是那個階段成績最好 所以這讓我在學習未來的時候 我就會先去探索 或是先去了解花時間 然後是在這過程當中學習 所以我會前面會先做主功課 然後過程中去做修正 結果去做調整 然後慢慢慢慢在看待很多事情的過程當中 就會越來越精準 你自己這個 然後另外的過程中是 在一路的質疑過程中 就是蠻多貴人跟長輩 他們常常會告訴我一些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old school 的一些詞句啊 觀念啊 然後我都會很聽他們在講這些事情 因為我會覺得他們的成功不是偶然 他們會願意跟我分享這些故事 或是這些詞句 必然是我當下可能做不太好 所以我一路上面就很聽話 因為本身學太全 倫理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反正他也 因為他們講這些事情 不管是故障也好 關係也慢 我就覺得 這個是應該要回去吸收的 然後一直回去再看待發覺 其實某方面因為學了這些東西 所以現在造就了可能現在的 就是這樣 你會不會覺得好像一個行銷人 他的抗壓性必須很強 因為不是每一次都一定保證成功 我覺得行銷的抗壓一定要很強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常常來講 所謂的KPI設定 常常會開到腳帶 在團隊的時候 你要嘛就突破它 你要嘛就做不到它 如果你做得到百分之百 代表你欺騙我 這個是 為什麼你會很清楚 你難道可以 就是跟神溝通嗎 告訴你一定要完成嗎 你只能感受嘛 做這件事情 不可能完美 對 然後尤其現在數位這件事情 你會發現有很多人 不喜歡 又不喜歡你的人 就很多 你到底是為了 80%的人 要完成你的這件案子 或是這個任務 還是面對那個20%的人 去叫抱他 這就會變成是可能 你太放大那個 所謂20%的攻擊 酸鹽啊 攻擊等等 而沒有去檢視那個 原來有那80%的人的幸福 所以行銷人要 第一個 這件事情 真的不能太撥裂性 嗯 就是不是討好所有人 是是是是 就是 盡量做到9月 對 沒錯沒錯 跟我們信仰很像 是啊 是啊 甚至是前鋒的將軍 在打仗的過程當中 你必須去幫他想到善後 或者是如何做內勤這些等等講 這不就很套用在現在的 寫膠的行為的方式 業務去做太多 他feedback回來的一些問題 你要怎麼去幫他做包裝 好 產品推了之後 客服的單位 他開始講說 現在市場端的問題是什麼 那我們要怎麼去做修正 這其實都是行銷該做的 尤其是在台灣 在過往的產業的過程 其實是比較以代工 或是銷售為主 常常這些行銷 他們在自我的定位 或自我的認知上面 會比較不足 會有點是 我做這個行銷 是不是好像市場是沒有的 但是很多過程中 大家會發現一樣 一件事情是 在行銷市場的過程中 大品牌需要行銷 小品牌需要行銷 甚至是個人需要行銷 所以差不多有所謂的網民 已經進行自內地開始 進行通過發展的爆炸 藉由這些工具行為過程中 你必須更會行銷 否則人家只會想要去購買你的 行銷的地面用很特別是 他可以灌很多東西 譬如品牌行銷 立體行銷 公開行銷 任何指定要什麼 放到行銷都是行銷 若今天我們打科學回到過往的古代 你會發現 居士服就是要這樣的行為嗎 你必須上支天文 下支地理 甚至要有個所護士 因為故事才會讓你相信 故事才會讓你有系統感去 所以我就會去建議這些 要做行銷的這些人 我們先認知自我的定位 認知 你就將會很清楚知道 你的未來發展是什麼 甚至是在你個人設定 目標的行為過程中 你會比較清楚 因為行銷不是打空袍 不是只是打曝光 你是有階段性的 你是有策略性的 甚至是你失敗知道為何而失敗 因為你可能要學習吸收經驗 你可能是要讓你的對手也一起失敗 這些都很想到 所以我也會跟很多行銷講說 有聽過孫子平法嗎 為什麼孫子平法 他是管理學院 甚至商學院在學個書 這在過往的過程 但是沒有說行銷學院 行銷學院比較多是職場上面 會去教育等等 若很清楚知道 孫子平法 他在講一件事是贏怎麼贏 而是如何怎麼不敗 因為不敗咋會贏嗎 在今年前可能還有什麼 可能嗎這些電影都在講說 我要怎麼不要輸 你自然也會贏 沒有人知道你被預期怎麼贏的 就像剛剛講T&P案已經做到 剛剛說你在騙我 你要嘛就超越它 你要嘛就做不到 做不到沒關係 那我們就去解釋它 如果你做到超過的話 代表是我們市場上面也要很精準 藉由這個精準行為 或什麼不就是現在在講我們的大數據 然後在講數據分析 我們才會更加的精準 也因為這樣的過程 所以以我這樣的年期 其實為什麼我可以做到 可能比較資深的一些顧問商 我可能也跟他們一起做 或是跟他們一樣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 每個行銷的目標設定 跟所謂的檢討這件事情 是 所以當然我們知道 建勳在 除了國內的一些合作之外 也聽說你有在國外 是 有一些機會 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會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到國外去 好唷 這個機會其實也是蠻特別的 一開始是幾年接了他們所謂的 Breadchain 區塊鏈 然後剛好有台灣的一些長輩 就說你數位很厲害 我在海外也有一些 Breadchain 的東西 你要不要進來這個團隊 我想說不錯啊 可以進去到海外 拓展海外市場 結果我開始離去 但去到的多程當中 我發現一件事情 大家在做區塊鏈 Breadchain 都在做Token 就大家講說 你這個技術是不錯的 你覺得技術是不錯的 你覺得技術是不錯的 但是你要買幣 你要供市值 我就很不喜歡 所以我就一籃絕籃 就把我的股份 甚至我的收入 我就說我不要了 當不要的過程中 剛好那些 他的Founder 就發現說 這台灣的年輕人 不是來賺錢的 是跟我有關 是要圍圍這一個 這個地區 然後他就說 那你未來想要來發展 我說OK 好想來發展 他就說 那我們來成立一間公司吧 就因緣機會 然後就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跟當地的華人 就成立了一家公司 然後這些公司又比較特別 就是他們其實都是一些 龍頭企業的高階經營的人 然後成立的 只是他們在 所謂offline 就是實體的項目過程 他們都很專精 但在網路的事業 他們可能不太清楚 然後我幫他們補足 這個最後一頁 然後他們就開始去做推廣了 現在可能他們的頁頁是 銀牌載照啊 數位轉型 它其實不是只有台灣這個市場 是全世界都遇到這個問題 甚至是二代集合 他可能會遇到這個狀態 因為四代的交替 現在所有相關都一定要數位化 你的數位化的深入幾乎不一樣 也因為這樣 然後我就幫了在當地最大的 三星銘售 剛好我本身以前也帶過三星銘售 然後他們就問我說 欸我們就聊聊 然後聊聊的故事 然後很特別的是 很多人會發現是 談合作的過程中 是不是你的專業的問題 我永遠記得 我第一次跟那個 他們的集團從來見面 他第一句話說 你覺得我的公司什麼問題 我根本還不認識他 我也不知道這個企業是什麼 但是回到剛剛講的是 做行銷你要先去做設立 你要先去做功課 做功課 我就開始去把我以前的台灣經驗 放在這邊 他歷史上面的過程的發展 我就開始去考察 你是不是遇到AI 你是不是又要B 你是月星 結果這老闆說 你知道我會提電視什麼 OK好 我覺得對你有興趣 你跟一般台灣人不一樣 哪有不一樣 我都是你很清楚 我們的歷史故事 你不是只是你原有的專業 而是你會去 融會去調整你那個等級 很多人有在台灣提示 你台灣是十分 結果來到我的國家 就是我十分去看待這件事情 沒有去做修正 所以這個老闆 他第一個影響就說 OK很好 之後他再提問了任何一個問題 他就說 數位我的發展是什麼 然後我也不是講說 台灣是什麼 不過說現在很多數位 尤其是亞太地區 要怎麼樣去做 中國怎麼做 台灣怎麼做 然後甚至你的國家怎麼做 你周遭的國家 他們有怎麼做 然後以你的企業 你的發展 你要成這樣 就開始告訴大家很多的階段 客製化 對 客製化 其實老闆他要的是 你跟他有沒有共鳴 向上公共的共鳴 中間主管你來的是 幫他們增加他的產子 跟他的能力 然後跟他溝通這些事情 向下的員工這些 這些他們要的是 未來的願景 所以我就跟他講的很多這些 甚至是幫他規劃 所謂的在行銷 的系統開發 這其實都是台灣人 或是台灣的產業是很厲害的 台灣不是只有 技術開發代工 我們的軟實力 我們在吸收全世界的 這件事情是很OK的 而不只是我們 我們只是來到外商公司 其實台灣的年輕人 更多是海外有機會的 會是這些 然後後續過程當中 就是老闆就會去佐證 驗證啊等等這樣 所以這一次這樣的 這次的疫情 在之前就剛剛講的很多 很多狀況 然後這一家企業也很特別 也沒有遇到很大的風興 又已經幫他在轉移的過程當中 他已經轉型 就是這樣 哇 所以剛好因為今年我就會碰到疫情 是 我們現在講說就是好像後疫情時代 是 跟他們聊一下 就你的角度 有沒有給一些產業 或者是一些企業 有些建議 他們怎麼樣去面對後疫情時代 他們在行銷這個方面 他們應該怎麼主力 我覺得 如果是講到企業端非個人端 第一個要先思考這件事情 是你要先生存 而非生活 很多企業的問題 他就是我必須要維持自己 而忘記一件事情 任何的生意來自己生存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大型企業 他在面對這種疫情 他就裁員了裁員 然後怎麼樣 不是說這些企業主 他不愛人工等等 留著青山在五花美菜市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要去思考 第二個 如果你的企業已經在市場上 情之又年了 然後甚至是你的收益都還不錯 但是因為這是疫情 疫情 疫情狀況 你就要去檢視是 你的對手 他做了些什麼 或者是你是領頭的企業 你過一再講數位這件事情 數位轉型 數位空間 應用沒有用 這時候就大家要去使用 為什麼 因為你的消費者 就不會來到你的地方 但是你可以去接觸消費者 對 要怎麼接觸消費者呢 消費者最快就是做數位 因為每個人都有手機 每個人都一定會上 尤其在台灣是很特別的 尤其我們的資費真的很便宜 所以大家會做這件事 所以我會建議這些企業組的過程 他們就會講說 比如說我要用數位的工具 或是這些商家很貴 如果你是把它做行銷的話 很多企業組 中小企業他們是不是有預算 行銷預算 如果你用這過程當中 你去思考它是你的行銷預算 你不就是深入到你的消費者理念嗎 重點是你回對到你的口碑 你的產品本身 生意的長久 來自於產品本身這件事情 所以要對自己有信心 然後再次是你的Premium Business 這時候就很快去思考 以前是實體業者 你可能會有所謂的早中晚 或者是旺季啊 旦季啊 這時候就大家都是旦季 你為什麼去做突破呢 你可能數位不行的 現在的時間去上數位的課程 你可能是OK 我的階段性 我的二代女媽接班 那你就會好好花持續 這個來溝通嘛 你可能是你要往其他地方收斂 你可能財務不行 那就開始去拓展你該去學習的這些等等 而不是常常 我知道很多企業是我賺錢的時候 我剛剛去學習 對 但是因為這一次疫情 不是賺錢的問題 像你說台灣是一個觀光很盛行的地方 觀光業、餐飲業 然後這些都遇到的狀況 所以變化越快的企業主 越知道風險的企業主 懂得生存的企業主 很多有一句話在講 偉大的企業因為危機而偉大 好的企業因為危機而生存 壞的企業因為危機而生滅亡 我相信沒有任何企業主 會覺得自己是壞的 對不對 所以我很希望這些企業主 都是很偉大的 對 大家這樣 好 OK 所以我知道當然很多年輕人 在這個世代裡面 他們一直在思考他們的就業 以及很多年輕人他們也在想要創業 當我們知道你自己現在創業 你自己有沒有對他們有一些鼓勵 或是有一些建議 事實上我們當然都看到很多人 對於現在這個世代有一些評語 對 那你為什麼給他們的建議 因為就剛剛你所分享的一個行銷人 應該要決定的特質 有沒有給他們什麼樣的鼓勵 我覺得可以分享一件事情 這是最壞的世代 卻是最好發展的世代 為什麼呢 以前在進入任何一個門檻的過程 它是一個門檻 現在你在零到一的過程中 現在有太多的平台 可以去展現你的專業 甚至現在所謂的數位這件事情 它創造了一些新的項目出來 你不需要再按照很多的經驗累積 但是你可以藉由數位的快速累積 而縮短這些經驗值 所以年輕學子朋友們不用去擔心說 我是不是沒有人脈啊 我是不是沒有學歷啊 很多過程中 套俊喊都要講 所有的資料都在Google上面 你去等待人家告訴你 還不可以在網路上面 直接搜尋到這些你要的項目 甚至你要跟名人聊天 也不難啊 現在哪個名人沒有Facebook 它或許沒有辦法跟你加好好友 但是你可以去觀察它的談話 它的文字 甚至它分享的任何一些市場的需求 論資行銷的這些人就是要去學習 嗯 所以 這個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我們在講說 當然所有東西都一定可以在Google上面找到答案 但是我們更需要有 上帝給我們的智慧 讓我們可以分辨 到底這樣的資訊 對我們是有意還是無意 所以今天呢 非常的謝謝建勳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希望下一次我們還有機會能夠邀請到他 我們再一次給他掌聲鼓勵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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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給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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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